字幕 李宗盛 哦 出来 好吗 这星星你哪里来的啊 你挖的呀 咦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F26 手榴弹 咦 有什么手榴弹 每次吃的话应该是每次吃的吧 哦 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早写啊 哇 这个怎么回事 咋来腻的 为什么你干不得这个植木啊 那从里面爆出来的吧 那它会是什么植木呢 我来评一下看看啊 诶 要不我也来看一个试试吧 诶 要不我也来看一个试试吧 字姬 你这个也是好多植物诶 那你就评这个 我就来评这个 怎么有点像包饺子一样 全是这个粉 白手 这有点像是一个大爪爪 诶 这怎么有点像是一辆坦克呀 大功告成 我这个是潘兴M26坦克 我就是苏伊把坦克经纪车 这个M26坦克是美式的 在二战的时候 研究出来的这个坦克 它的穿透力很强的哟 它可以在1000米穿透 176毫米的 终架 我就是当时苏联为了 对付德军的新式坦克而 研制的坦克兼机车 船坦克兼机车啊 那你怎么对付我这个坦克的啊 诶 那你怎么对付我这个坦克呢 这个坦克兼机车陪在1500亿的距离 击穿德军 豹市和虎市坦克的任何部位 那这个美国的这个M26能不能击穿 这个就不晓得了 有知道朋友可以打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还有两个 我再给它开来看看 诶 已经开始了 完成了 啊 傻的哪里都是 好多零件啊 会不会等一下找不到关键零件哦 我们字幕已经找好了 现在每人一堆开拼 我的拼好了 我的也拼好了 这个四号坦克F2呢 它也是德格制造的这个坦克 它是在二战的时候啊 由那个F1坦克改造而来的 它也是性价比最高的一辆坦克哦 我这辆坦克呢 是烈火坦克尖尼射 是德军在二战时间发明出来的 它装备的火炮 据说是二战威力最强的火炮 人在大多数盟军坦克火炮的射程之外 还催毁蒙军的坦克 为什么要催毁蒙军的坦克 不应该催毁第一件的坦克呢 等我两个这里 一个轴行锅 另一个就是蒙军了 哦 搞不懂 那你说我这个坦克厉害 还是你的这个 反坦克厉害 怎么能针对坦克设计的你说呢 好吧 我也不知道是谁厉害啊 好了 我们这个雷就看出了这些东西 再见 See you again Bye Bye See you again